今天下午检方除了是三度提讯水庆金 同时还约谈了一名被告 也就是鼎月的前董事长朱雅虎 而目前在北检的最新进度 时间交给主播陈静怡 老师一旦掌握在北检的最新进度 那么就在稍早呢 检方这里是约谈了一名被告 这名被告是谁呢 就是鼎月开发的前董事长朱雅虎 那么朱雅虎面对媒体的提问呢 是大声喊说我没有行贿 而根据了解朱雅虎从北市府兵役局长卸任过后呢 就是经由应小微的引荐进入到了 微经集团的子公司里头 好那么就从2019年的9月到2023年的4月 是他担任鼎月开发董事长的一个日子 而就在2019年其实也是鼎月开发 以372亿元标下金华城的土地 那么根据了解紧连掌握呢 沈青青看重的就是朱雅虎 他之前是前兵役局长嘛 所以他在市府里头的人脉 所以可以说朱雅虎在本案当中 具有相当重要的一个位置 有没有沈青青的相关金流 就是借由朱雅虎去行贿市府官员呢 就是现在警联要调查的一个重点 因此我们看到谁也被提训了 那就是微经集团的主席沈青青 在今天第三度被提训 他是坐着轮椅来应训 并且呢是用文件来挡住他的手铐 面对媒体喊说你的身体状况还好吗 他一度撇头不理 那么现在可以了解的是 简连密集提训从沈青青 然后应小微 彭震生 再到朱雅虎等人 要来查查就是北市府里面 有没有其他的官员涉及不法 要持续的巩固土利的证据 因此稍来回 在北简的最新状况 会持续的为大家做掌握 先把时间交还给室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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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